好,那這EarNine Routing EarNine Routing基本上它是一個 Anonymous Communication的一種方法 就是匿名,就是我 我匿名有很多種,在系統上面我說我用假名 像Facebook上,其實任何在System上面匿名 大部分都是假的匿名 就是說因為你都可以追蹤的到 可以追蹤的到 我們現在是到處都有攝影機 網路上到處都會留下Lock的 所以大部分的匿名都是自以為匿名的匿名 那在很多有管制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想讓別人知道 我是從哪一個地方發出這個訊息的話 那在Network Layer,有一個可以做的 叫EarNine Routing 就洋蔥的,EarNine洋蔥,洋蔥的路由 那 那基本上 這些訊息會加密 然後 加密解密 那出入 就經由這一些的網路Node 叫做EarNine Router 所以EarNine Router也沒有EarNine Router 那每一個EarNine Router呢 他就把 解密的時候 他把每一個 某一個層次來做一個解密 然後呢 再把 送到下一個 再加密解密 再送到下一個 這個 Router去 等下我們看一個圖 就會比較清楚了 那EarNine Routing 基本上他就由這幾個人 David Goshak 然後 Michael Reed 還有Paul Siverson 他們三個人 這個 開發出來 那 那他們 開發出來以後 用 產生出來的一個 這種匿名的網路 最有名的 叫做 Paul 大家可能聽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Paul 那很多國家在做 那個 革命的時候 很多國家 也沒有多少國家革命 其實革命 革命以後都蠻慘的 像埃及上次那個 茉莉花革命 對不對 革命了以後 就是把那個 諾阿拉克給推翻了 那可是 後來呢 死的人更多 所以革命的 革命的結果 以後的亂象 砍掉重電都會很慘的 那現在更慘 到那個 另外一個獨裁 更嚴重 所以這種革命有時候是 Anyway 那革命的時候呢 那 那 他們這個 誰從什麼地方 送出來 你革 如果革命成功 就當國父嘛 那革命失敗 就是叛國賊 對 所以你在革命的時候 一定要匿名 所以在革命的時候 他們要發出的 要 要送出來的 那個 訊息 不希望別人知道我在哪裡 所以大部分的 所以 TOL這個 這個網路是很多人在用的 所以 TOL基本上是 Anonymous Online 那它 它基本上 它一些 一些Virtual Channel 然後 它 它可以讓 讓我們產生一個 新的 新的 這個 自然它可以 繼續開發 它的網路已經 那 那 我們就看圖好了 就是它怎麼樣的 work 怎麼樣匿名的work 這個圖 你看 大家就會了解 那這裡有一個 Alice 一樣 Alice 要跟 我看看 它是最後要跟誰連 它是要跟這個 Jane 還是跟 先不管要跟誰連 好了 那這裡面有些 TOL TOL Node 就是它 有一些 那它第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TOL Client 它是TOL Network的Client 那它 它要先跟這個 呃 呃 拿到一些 List of TOL 就到底 從一個Directory Server 這個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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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的 就是 有一個TOL Server 在那裡 這個List 它會變的 這不是一個固定的 會變的 那從它那邊得到 哪一些是TOL 等到TOL 等到TOL以後呢 那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有紅色綠色的那個 LINK 那他們之間 那 紅色是代表沒有加密 所以第一步是沒有加密的 那所以 所以這一步裡面 有時候有些要管制的政府 它就可以 它也可以得到 然後它就再去找那些 那些TOL的麻煩 所以它基本上這個動態的加入 不然的話你一個靜態的 遲早被一一的這個 解決掉 被政府啊 被管制者 它拿到List以後呢 那它知道要送給誰以後 那它這個TOL Client呢 就 Random找一個PASS 所以我要 我要跟Bob連的話呢 Random找一個PASS 所以 所以這找的PASS 是Random的 那這邊是加密的 它經過這個 所以TOL有一些 它可以經過這裡 再還原 再走其他路也可以 它經過這邊 再到這裡也可以 這是一個示意圖 所以它就 然後 然後這個 那這邊 這邊的過程都是加密的 綠色的都是加密的 加密的 然後加密再解密加密再解密 這個過程 那 那 那如果它要在 AXS另外一個Site的話呢 那 TOL Client它就會選 第二個RandomPASS 如果要 剛才是跟Bob連 它是走這個PASS 對 那現在我要跟另外一個人連呢 因為最後必須要 因為最後要連到那個 最後那個人 它一定不在TOL上面 對不對 最後它是有TOL來傳給它的 所以 它 一個是我取得LIS的這一段 我一開始取得LIS的這一段 這個是沒有加密的 那 然後 我最後達到那個 是沒有加密的 那我跟另外一個人連的話呢 那同樣的 也是另外再取一個PASS 不會 不會 就重來一次 就Random重來再取一個PASS 然後再找到這個JEN 像現在在這邊 在JEN 最後一段是沒有加密的 那 那基本上 每一次就加密 解密 每一個TOL 加密解密 這樣子 然後 送到 那大家就 送到這個DESTINATION上面去 那另外還有一些理論的 理論上面這個 我想我就不去談它了 REAL KNOWLED PROOF 就是說 匿名認證 匿名認證 就是說 認證 要知道你是誰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要匿名呢 就是說 你 確實是這個人 但是我就 又不想要這個 呃 又不想要把我的Public 這個Information 要公開的話 這個是有數學的 呃 有 有數學的這個 根據的 這可以Proof的 實際上有一期的科學人很像 就這樣 談這個啦 談這個數學的基礎 那基本上 我們把這個 呃 定義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Anonymous的Authentication 或Zero Knowledge的Proof 的這個 或Zero Knowledge的Protocol 就是說 我保持你的隱私 我保持你的隱私 但是呢我也 ensure 這個honesty 就是這個 你就是你的人 你就是你 但保持隱私 像我如果 拿我的身份證出來的話 那這個 我的 我 我 你就知道我很多很多訊息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是一個 呃 呃 可以證明的 數學上可以證明的 一個 一個 機制 它用的是DAA 所以我想 我就會去談它 好 那 這份投影片裡面 還最後還有一大段 是講Software的 security 我這個就不去詳細的談 很快的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邊大概幾個啦 那 所以等一下我後面再談 第一個是Buffer Overflow Buffer Overflow 這個是很老的一個 呃 問題哈 就是通常這 現在大概不會太會發生的 那都是由於開發者 開發者不小心 然後 那 那作業系統也沒幫我們check 那結果就會 讓這個作業系統裡面的某一些東西 就是 照我們 我們在 存取資料的時候 超過我們這城市的一些界線 那 然後呢 這個界線呢 就可以讓hacker啊 會讓其他人呢 就可以多 在那個記憶體裡面呢 會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做不好的 基本上 只要有一個leak 有一個漏洞以後 要做什麼事都可以 就你要做 就是 你只要找到入口 那Buffer Overflow是那個 會產生 讓 產生給 這些 如果不好的人 才產生這個 系統漏洞的一個 一個 原因哈 那然後是因為 程式設計不良而產生的 那 事實上很多的東西都是因為 程式設計的 不好 會產生這個漏洞 那 好 這邊 軟體的品質跟security 這兩個是不同的事情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了 有人說 security 還有跟reability 這幾個都是 可靠度跟quality 比較相關 就是 你的品質跟可靠度比較相關 那有人把security 也變成品質的之一 但是這就看定義了 但是 軟體的安全跟軟體的可靠 這兩個都很重要 這合成它的品質 那 software的attack呢 有很多的可能 像譬如說 實作上面 buffer overflow 就是很重要的一種 就是那個 緩衝區 這個裡面 就資料結構來看 有stack overflow heap 這些資料結構大家學過 stack heap data segment share memory segment 還有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裡面有不同的segment 這些資料結構是用在哪 都在作業系統裡面 謝謝